你会发现这台车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设计 车长做到5米2 高度将近2米 宽度将近2米 轴距3米1 我当时说这台车可能会成为一个工商务接待为主的一台车 他们老大照常将就给我发微信 他说这台车真不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这首批订单当中 绝大多数都是拿来做家庭使用的 作为一个老的MPV的用户 我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那关心的是这样一个滑动门 其实不是的 最关心的其实我会是看中这个地台的高度 我之前有一台MPV 因为地台太高了 用了一年多就直接把它卖了 因为我那时候发现 小朋友上车 他只能靠趴在上面爬上去 我妈的膝盖也不好 我妈上车的时候 他是非常费劲的需要有人扶一把的 如果让家里人这么不体面 尤其是照顾不了老婆孩子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地台的高度 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去接受的 我们来看下这个第九 地台并不低 但是他做了一级的台阶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一脚踩上来 然后这个时候 手可以抓到这样的一个拉手 上面还做得很细心的一些真皮的处理 从这里上车 这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 就我爸我妈现在上车也是非常轻松了 根本不需要我下车来帮助 有关空间是第二重要的事情 因为全家人出行势必要带很多的东西 小朋友就要带上自己的小推车 小自行车 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包等等的 往这一放 其实整个都填满了 那工程师告诉我 这台车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是要放下7个人的20寸登机箱 此外还能塞得下7个包的 就这个面积来看 如果你是一个G18的车主 你会发现这里面 其实比G18要强了很多 但如果你是像奇亚加华 或者说丰田赛纳等等的 那一种的魔术座椅的方案的话 这下面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去做折叠呢 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这台车 多少是要铺一些电池的 第二个 如果你等一会和我一起来 做做这把第三排座椅 你就知道 这第三排座椅呢 它其实做得非常厚实的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发现这个后备箱里面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点 就是你看我现在站在这里 我可以这样自由地走进走出 我之前有一台MPV 当你拎着行李 从这里面一拎出来的时候 砰头就撞起来 这个时候确实很麻烦的 你看这个高度 它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你买一台MPV家用 为的就是全家人 能够齐齐整整舒舒服服的 共同出行对吧 它和公务场合有点不一样 公务场合呢会有主编顺序 回到家里你就会发现不一样 这个地方很可能是被小朋友来霸占的 因为这有黑夜金瓶嘛 而小朋友可能放了学就坐在这了 爷爷奶奶可能是坐在这里 照顾一下小朋友的 再有一种可能就是 小朋友坐在这 阿姨来照顾他 这个时候呢 可能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 我就得绕到第三排去做了 所以第三排是否舒服 这个是涉及到家庭矛盾的 我们来看一下进入到第三排 这里有17公分的位置 所以如果是这么过来的话呢 即便是你穿个裙子 进入到第三排 其实也不是什么费劲的事 空间没问题 空间没问题 头部会有个大天窗 这边分别会有两个杯架 甚至呢你的手机放在这里 也都给你贴心的准备好了 USB的接口 你看这一块往这一放 它就很像是一台这种 二三十万的轿车的后排了 甚至这个座椅的皮和软度 都会比他们来得更好 这台第九的设计师告诉我 一开始呢 他们是要设计七个 一米八的成年人 可以在车上轻松落座的 讲完第三排 我们才回到了第二排来讲 最想提到的事情是 这里要一块液晶屏 给今天这个时代 你必须要用电子化 来去武装整个车厢 对于这一块屏来说 我们家小朋友是最有发言权的 这个是哥哥装的 这个是妹妹装的 那其实里面 我爸会经常在这看一看剧 我呢会有一个腾讯会议 我可以坐在后排 就直接这样把会开了 甚至你看这里会有一个镜子 打开的时候 这里会升起来一个摄像头 然后呢我太太就可以在后面 简单的去化个妆等等 就这种的使用场景 其实来的非常丰富的 你不用担心小朋友在后面 看得太着迷了 你给他限定一个时间 或者你可以在前排 就可以把这块屏给他关掉 甚至你看这个小功能 从上一拉 你可以在这里用手机投屏 直接把你手机上想看的东西 就投放出来 这个可能在一些公务的场合会比较常见了 回归到一个点 就是一台MPV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是拿来睡觉的 像我爸那样的人 他就很习惯在上面睡觉的 要去打开这个睡觉呢 我们只需要点开这个零重力 然后就可以拉起来了 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按摩 它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设计了一个航空灯 如果我想在这看看书的话呢 可以单独的有另外一盏灯来照明我们 如果我要起来的话 这台车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一键复位的按钮 你只需要按着它 又起来了 就我爸说使用很好 一般能够得到老人家睡觉认可的一台车 那的确是非常不错了 就开MPV的人真的往往是家庭地位 比较卑微的那一个了 因为这个人在想 我要替全家人舒舒服服的开车的时候 事实上他已经就把自己的驾驶乐趣等等 都已经放弃掉了 那这台第九开起来感觉是什么样呢 我以为我拿这台车多数情况下 是会加油然后偶尔充电的 但事实上是从来没加过油 这一段的时间里主要是每天靠充电续命的状态 开起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就可能不用太细说了 因为像比亚迪的这套DMI的系统 大家是非常熟悉了 再加上了一个后桥的电机 再有100多公里的一个电续航的里程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感觉就是很顺 电感很足 DMI的系统更倾向于去使用一个串联的状态 在市区行驶的状态里 发动机是拿来去补能的 而多数的状态它是用电来驱动的 所以你开起来和一台电车没有什么区别 只有到了高速的那一段 它才会进入到一个发动机直连的状态 那个时候剩余的一些电再给你补充下来 我们说一下油耗 一般折算下来是6个多油 再加上小几度电 作为它整个的一个日常的能耗的使用 还有一点就这台车其实开起来挺猛的 我现在要踩一脚油门 321 两吨大几的车能够有这么快的提速 挺不错的